发明是人类进步的严动力 鼓励青少年参加发明展 这对国家未来的竞争力提升非常重要 台湾没有任何自然志愿 靠的就是人类志愿 才能够在全世界年花光花热 中华创育发展学会 能够集社会的资源 鼓励年轻人从国小 国中 高中 高子 来做发明展 这样的一个创意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们是希望能够鼓励 我们所有不管在国小 国中 或者是高中阶段的所有的同学 能够把他自己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透过手作的一个方式去实现 那也培养孩子对于社会议题的一个关怀 以及对于环境社会解决问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 它一架采用铝叠收纳的方式也是非常的方便 开启自动的一个开关 我们看到现在湿度高有方式准备 机器将会自动将要连按收集 它的操作很好 将侧面的轮件做我们并且机构的方式 这是装饰我们这个不必要接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呢 它便会往后震动 往后续 并且往前的将我们的要机操作 这上下反转 我们是用不忍性的设计 当然还会让你不会那么容易推开车门 开UII这个活动是每一年度台湾关于这个发明的一个盛事 那这个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呢 在全国所举办包含的有国小、国中以及高中职职 那每一年的话呢 我想都是包含像家长、老师以及学生三方的一个运动 好,了解啦 大家都有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 可以问问题然后可以思考一下 可以让我们脑筋不用那么失败 像这种那个展览会啊 最大的时候会应该就是说可以去找别人 去找其他人一起讨论 或者是去找其他有跟我一样都有类似作品的人 可以跟他们互相切磋 然后去跟他们互相学习 我曾经指导学生参加有十年的发明展的经验 这个活动对小朋友有很大的注意 他们会越来越关心自己周遭的生活 往往常在路上或在逛街当中 然后就无形中去关注我们生活周遭的点点滴滴 然后从发现 然后把想法慢慢地写下来 画设计图 然后到来跟老师讨论 然后收集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器材 来把它组合起来 实现他初步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觉得学会让我知道如何制作很多东西 因为他运用了很多器材 就是适了又适了 然后最后早就要变成这样 就是最适合的 我们参加发明展有一部分原因是 当然是觉得很好玩是第一原因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然后而且其实做这个的话 像是就算是现在我可以训练我自己的表达能力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场景 让学生参加这个比赛 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重做中学 然后另外是希望说 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学习地层当中 能够去发现 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 还可以再去发现去解决的问题 发明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有趣的事 还有好玩的事 当然有一些困难还有辛苦啦 足够我们都一一克服了 最后我们成功了 我来发冰的 新闻是行榜 salmon 来碴 这次又去耐泼 感谢 我必然用 看 hung 许法 是 我一定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